1990年代起 台湾推动南向政策 鼓励台商赴东南亚投资 27年来 菲律宾苏比克湾工业区里 已进驻了72家台商 为当地创造超过 1万2千个工作机会 我们台商在苏比克湾 对于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的确有很大的贡献 大家可以看得见台湾人 还有我们的台商在苏比克湾的经营 慢慢越来越多元化 从早期的只是来单纯的投资设厂 到现在从事土地开发 还有就是投资新建商场 让不单是台湾人 还有让苏比克湾工业区内的 所有的外国朋友 可以品尝到真正的台湾美食 由台商投资的苏比克湾 工队园区综合商场 日前举行开幕活动 商场设有菲律宾 首家富有得来素的超商 台湾小吃餐厅 台湾家电专卖店 以及食品专卖店 开幕当天 菲律宾参议员高登 以视讯方式出席活动 他表示自美军撤离后 台湾是苏比克湾最早的投资者 给了菲律宾很大的鼓舞和希望 除了商场台商松岳建设也斥资180亿批锁 约合新台币99亿元 开发总年级200公顷的TEPO智慧生态园区 预计今年10月底到明年初 将有41家已签约的重机械设备厂商进驻 不只是工业园区 台商更向重美军撤离前的军事训练区域 以及弹药库遗址 计划将这块260公顷的土地 开发为海景饭店 油气区和博弈特区 它的特色其实就是它的天然环境 它在这边因为原本是保育区 所以这边的树是非常的大 那它沿岸的海岸线是好几公里 那这边的沙是珊瑚沙 所以这边未来我们想打造一个 算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 一个海滩的一个圣地 台商在苏比克湾积极布局 从工业 台湾美食到观光圣地 投资经营范围越来越多元 不仅促进经贸关系 也回馈当地社区带动开发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